连下班都监视我 我今天非得和您好好理论理论 上班时间怕我剽窃 没收我的手机跟包就算了 下班时间属于我的个人生活 你凭什么介入啊 我凭什么介入 因为公司的设计稿又被剽窃了 关我们什么事啊 麻烦你离开我的生活圈子可以吗 干嘛呀 我问你 你也自己 走开 翻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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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爱的总裁 吉人和言下 握倒在车阵中间了 这完全是霸道总裁的节奏啊 这剧情发展得也太快了 被偷窃者和偷窃者 居然成朋友了 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啊 想了解我吗 想了解我吗 但我不想说 走吧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不用 我自己回去 要想要想证明你不是剽窃者那就打开门让我仔细找 为了证明我的青蛮毫无让你找 这个不能看 为什么不能看 我怀疑迪爱的设计稿都在这里面 这里面没有迪爱的设计 那这里面是什么 是迪爱的设计稿吧 只有这一张是迪爱的设计 其他没有了 你当我是白痴吗 如果只有这张是 你为什么不能让我看 这是我祖辈留下来的画策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 我看你是心虚了吧 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挑战迪爱的设计 这张眼是思琪给我的 我真的没有 不信你问思琪 那家伙疑心病这么重啊 这心里肯定受过伤 颜夏 赶紧把合约结了 不许上班呀 如果把合约结了 我又提不出有利的证据 一旦他们起诉我 那我就要赔偿 DI一季度的损失 我怕这家店 就真的要关门了 我一定要挺过 这三个月的试用期 你个变态 你要谋杀 他这么着急 该不会是把思琪给 不要不要 你就变态 思琪 小宁 丁总 你拿到牧总监的设计稿 是直接发到生产线吗 中间没有经过他人之手 许先生给完我设计稿之后 我就立即发给生产线的刘组长了 我这电脑还有记录呢 公司的设计又遭到剖气 该不会是公司内部有人在搞鬼吧 我查看了蔡宁的电脑 他交稿的时间是三点四十五分 我也调取了监控 你把稿件交给蔡宁的时间是三点四十五 蔡宁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 但是你 拿到稿件的时间是三点二十五分 从灵山的办公室到蔡宁的办公室最多需要五分钟 这中间消失的十五分钟 你去哪儿了 你不会回我吧 你别误会 我只是想找出剽窃者 在真正的剽窃者没有现身之前 迪爱所有的员工都有嫌疑的 在檐下的宫位也可以派到蔡宁 别忘了 针孔射向无处不在